江蘇南京的中共病毒疫情仍在持續 本土確診病例增加 疫情已經蔓延至廣東、安徽、遼寧、四川 由於疫情升溫 南京市江陵區從7月24日起 新增3處中風險地區 為六口街街道銅山社區銅陵新村 和六江社區翠平城小區 以及湖淑街道莊上自然村 到目前江蘇省南京市有1個高風險地區 及20個中風險地區 據中共江蘇省衛健委7月24日通報 7月23日0至24時 該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2例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4例 截至目前 該市共報告本土確診病例35例 本土無症狀感染者18例 7月23日下午 四川綿羊對南京市綿人園排查中 發現1例本草確診病例 患者26歲的楊某 是綿羊市培城區吳家鎮 衛科路某公司財務人員 7月17日 自南京六口國際機場乘坐飛機抵達綿羊 自此 南京市此波疫情 已蔓延到廣東中山 遼寧瀋陽 安徽和怨四川綿羊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真相 外界曾普遍認為官方公布的疫情數據不實 自7月20日六口國際機場有9名工作人員核酸檢測結果呈陽勝後 南京連續幾天新增本土病例 這次南京確診病例多數為六口國際機場工作人員 因防疫不力 7月23日 南京機場武公司東部機場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馮君被停職 由前凱發代理黨委書記董事長職務